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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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牧回来没有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 这小子 大少爷回来啦 好 先下去吧 子牧天天这么无所事事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随他吧 让他分个够 分完了自然就收心了 对了 今天他跟上官小姐到我那儿去了 我们一块吃了午饭 这是好事啊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闹得不愉快 我还担心呢 今天上官小姐来 我还请他帮忙说和 没想到 他真的把子牧给说服了 希望这个上官小姐啊 能收住她的心 但是子牧的性格啊 我挺担心的 是啊 昨天晚上 他还跟别人在外面私混 这要让上官小姐知道了 怎么收场啊 现在大了 我也管不住的 对了 今天舅舅来电话了 什么事情 舅聊了一些家常 不过他让我告诉你 今后行事要注意一些 小心数打招锋 看来川岛将军对我的赏识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舅舅也没明说 我估计啊 他是听到了一些什么言论 这样吧 你准备一份礼物 今天晚上呢 跟我一块去看一下 川岛将军 可是舅舅的意思是 我知道舅舅的意思 现在既然有些人 对我不满 那我对川岛将军 更要好一些 搞好关系 否则的话 一旦我出了事情 除了梅先生 没有人敢替我说话 你说得有道理 那我这就去准备 川岛将军 川岛将军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希望司令阁下早日康复 你看 还让你们破费啊 其实 皮肉之伤 没有什么大碍 司令部 有这么多公务需要我处理 要不是医生再三要求 我怎么可能在医院里待着 将军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您的健康 就是我们最大的福祉 至于工作嘛 交给他们办就行了 将军 我们过来看到您身体健康 这脸色红润 就放心了 不敢打扰您休息 我们就先告辞了 司航啊 你 稍等一下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想的 那我先到外面等候 好好 好 随行 关于物资供应处的改革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目前我们物资供应处的业务啊 确实有些繁忙 已经超出了我们供应处的业务范围 所以我的想法是 能不能参照之前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 将物资供应处改制为社会局 或者农工商局 下面呢 再分设各处 各科 咱们的新政府啊 刚刚成立不久 很多管理模式呢 还不够成熟 所以参照之前的管理模式 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